你妹 你怎么那么早就出来干活来了 还早啊 今天都起来晚了 是吧 你在干嘛呀 出草啊 出草啊 小小长的有点多 你看这个果果今天陪你一起出来了 对啊 他现在还比较喜欢跟着我 他这两天在家听话吗 听听话的呀 那就是每天吃的有点多 每天吃的有点多啊 对啊 你看他那么大一个 果果 果果 我跟你说你每天你要少吃一点啊 好不好 没关系我让给他吃 让给他吃 你干了多久了呀 在这里 刚刚才干了一会儿 就放了一会儿 是吧 吃饭了吗 还没有呢 没吃饭等一会儿会给我做什么吃 好等会儿 这个你就做完了吗 没关系有这个吃 走果果 走了果果走了 到家了 我给你做点早饭吃 不用了我还不是太饿的 不用不用不用 今天那个我还不是太饿的 真的不是太饿的 你要吃啊 那个今天来我主要是给你说件事的 这两天那个我公司比较忙 到时候可能要处理两三天 那你还会 不会的 你放心 到时候我还会过来看果果的 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 去哪里啊 走吧 嗨 你妹 我想你们一直在这大山里面 你没想过朝外面走一走啊 没有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但说了家里面还有老人需要照顾 外面不是更好挣钱吗 也许吧 每个人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啊 嗯 这是啥 这在的是啥 这个很好吃的 这个很好吃的 你尝一下 是吧 嗯 这在城市里面想买都买不到的 是吧 我尝一下 嗯 好吃吧 因为好吃 再给你 你吃吧 我吃一个就行了 来 有 来把这个给你 谢谢 过两天就要走了 到时候 过两天吧 我把那个事情处理完了 我们就回来了 到时候你把 到时候我会回来看果果的 顺别看看你 哈哈 快点 玩到了 哎呀 我走不动了 你们 你平时来就是缺少锻炼了 往下跑 你走不到了 马要到了吗 是啊 哎呀 快一点 你没在山西走过 山西的路都是这样子的 你们看我这样一直都在来找你 我不是就想锻炼锻炼吗 哈哈 哈哈 这里啊 哇 这里挺漂亮的 哎呀 那果果那么早就下去了 看到果果挺喜欢这里啊 你经常带他来吗 现在带他过来玩 哎呀 这怎么那么多石头 哎呀 挺漂亮的 是啊 是挺安静的 哎呀 找个地方坐一坐 哎呀 我走 哎呀走够了 那你一块大石头可以躺在上面 一块大石头吗 那块大石头吗 哎呀挺美的 这个地方 没事听听水的声音啊 的确挺舒服的 你上来坐一坐 我上不来呀 你看这那么多水 我在这么上 今天这大自然的声音 鸟语花香的 舒服 你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来这些地方玩吗 对 的确说实话 一过来 能忘记很多烦恼的